这是Audio Q3 35T FSI 也就是1.4T的版本 没错 这又是一期解读低配车 这个是Audio Q3今年的销量占比 在豪华品牌紧凑型SUV里面排名第二 这个是Audio Q3各车型的销量占比 其中35T FSI 1.4T的版本 它的占比是最多的 所以低配的Audio Q3真的很香吗 首先第一个问题 能一眼看出这是一辆低配吗 除了最低配两款车型是18英寸轮圈以外 其余车型都是19英寸 从视觉效果上来说 每个低配并不会有大车小脚那种明显的落差 其余部分就没什么太大差异了 外观不会明显看出这是一辆低配 OK 面子工程还是到位的 光外面看着还不够 车里也不能拉胯啊 首先仪表盘 除了顶配车型以外 其余车型全部都是一块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 标配给你 顶配是一块12.3英寸尺寸更大的 如果你说我也想要那块更大的缺点仪表盘 没问题 全系车型都可以进行选装 包括中部屏也是通理啊 除了顶配车型以外 都是一块8.8英寸的触摸屏幕 CarPlay啊 卡拉夫互联都给你 顶配是一块10.1英寸的更大尺寸的屏幕 如果你说我也要个大瓶 没问题 除了低配两个真正以外 其余车型也都可以选装 要不说奥迪懂中国人啊 在这种显豪华的配置上面 绝对不会跟那种梯度般的落差 不可能低配是个机械月盘 高倍给你弄个液晶嘛 它不是 它是让你在豪华 跟更豪华之间来进行选择 你要说我买个低配 该是液晶的地方是液晶 一点不丢面 如果预算够的话 直接加钱 选装一个顶配同款 更有面了 买高买低 面子上都过得去 这生意人啊 确实是聪明 再来说说高低配车型之间的配置差异 首先咱们先来说说 什么差异是能接手的 第一个自动泊车 高配车型的有 低配车型的选装 我觉得OK 毕竟自动泊车就是一个拔高的配置 而且日常使用的频率也不是很高 需要就选就完了 第二个就是陡坡环降 只有顶配两款车型才有 其实车型都不能进行选装 毕竟它是一个城市SUV嘛 经常开它去越野的人 一定是其少数的 第三个就是低配两款车型 它的前排的无钥匙建筑 和一键起动是需要选装的 这个我觉得还好 无非就是多一个掏钥匙 解锁这么一个步骤 可能对有些人来说 掏出一个奥迪的钥匙 这一瞬间还是蛮开心的 对不对 第四个就是换脑拨片 低配车型需要选装的 我觉得OK吧 毕竟不是一个运动取向的车型 第五个就是换脑盘的加热 这也是需要选装的 我觉得没问题 毕竟男方的朋友 可能真的不需要放盘加热 他们就不选装了 那北方使用的频率比较高 北方选装就没问题了 合情合理 OK 那说完了这些 来说说什么配置 这个差异是不能接受的 首先第一个 就是低配两款车型 它的倒车影像 是需要选装的 花2500块钱 这有点不太可能 这20多万的一个车型了 对吧 你倒车影像还得让我选装 而且这个奥迪Q3 很多车主是个小姐姐 你让他们买一个低配车型 光看这个后视镜 光听倒车雷达 来进行这个倒车 他们心里也没底啊 所以对他们来说 肯定是得选装这个倒车影像 我觉得这个倒车影像 不应该成为一个 高级配车型之间的配置差异 这个不太合适 第二个就是 主被动版安全配置 首先啊 这个尤其是主动安全配置 这个车道偏离预警 车道保持 并线辅助 主动刹车 皮刀驾驶 都能接线 低配车型 一律进行选装 中配车型 刚才我说的那一大堆里面 只给你标配上了皮刀驾驶梯形 即便到了顶配车型 也只是标配了主动刹车 和皮刀驾驶梯形而已 我觉得这个太不应该了吧 现在什么年代了 现在这个年代 大家都很关注 一个车的安全性的安全配置 很多厂商恨不得标榜自己 我可能标配了 多少多少项的安全配置 反过这样 奥迪Q3 即便是顶配了 这些还都需要选装 这有点太不合适了吧 后排空间 高低配没有差异 两全 空间上比宝马X1略小 但是宝马X1 是牺牲后排椅垫长度 换来的空间 所以在乘坐感受上 Q3更长的椅垫 腿部舒适性更好 另外低配并没有 阉割后排座椅 前后调节的功能 这一点好评 OK 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注的 动力表现 不废话 咱们先来说动力 EA211 1.4T的 无轮增加放动机 150马力 250牛米 偷动整倍质量 1.57吨的奥迪Q3 大家心里最大的问题 一定就是 这个车开着 到底会不会有那种 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那很负责任地说 在城市里开完全不会 这个7速适质双离合 真的是提供了 很好的助攻 双离合特点什么呀 就是传动效率高 所以它弥补了 小排量放动机 在废货量上的不足 咱们先很见门侠的 码数据来看 这个车的0到100公里 每小时加速时间 是9.8秒 一方面 它比更高一个 动力规格的 20T低功率车型相比的话 它只慢了一秒 那另一方面 这个加速时间 进到10秒大关内 这个车动力就弹不上肉 那实际主观的 驾驶感受 在城市里开 它的中段呀 中全段的加速 跟40T FSI 就是20T低功率车型相比 其实差异并不是很大 整个低速这种加速力度 还是挺充足的 那实际上最大的差异 来自高速 高速上超过100公里秒 是再往上加 你会发现 受伤于排量的影响 所以这个车 它的后段的加速力道 就不像在城市里 那么粗 那么有那股冲劲 这也是跟20T 车型相比最大优势 无论是高低功率 那两个版本 在高速上的再加速能力 都要比这车更好 那如果让我用一个词 来概括这车动力的话 其实我不会用够用来形容 因为紧接着大家 就会问我 什么叫够用 那如果让我来概括的话 其实这个车的动力表现 不会让你感觉很佛系 很着急 它经常 也不是处在一个 转速很高的区均 生死力竭的去嘶吼 同时它也不会 为了刻意的压榨动力 去是一个调得很灵敏 很暴躁 这么一个状态 它是一个很适中的感觉 踩多少油门 给你多少动力反馈 这个车在城市里开着 还是挺跟脚的 而且整体的动力储备 相比的话 我觉得跟40T FSI 就是更高一规格的 20T低功率相比的话 并没有那种阶梯般的 动力落差 这个就是1.4T的车型 开车感受 和几年前相比 现在面对双离合 很多人也不是 那么贪忽色变了 一方面是 越来越成熟的匹配 另一方面 就是越来越高的耐久性 试驾这几天 开了各种的路况 出现顿挫的情况 是很少的 只是起步时 离合气片结合的过程 双离合特有的那种 轻微的抖动在所难免 并且这个结合的过程 也有些偏慢 实测的油耗 是7.6升每100公里 同样30公里秒时的 平均时速 45T FSI的车型 它的油耗是7.9升每100公里 差异并不是很大 主要因为1.4T车型 想要获得更好的加速力度时 总之需要把转速拉得更高 在去年年底 我们做了豪华品牌 紧凑型ICV大横停 在7辆车里 奥迪Q3的刹着表现是最好的 最近在迷走测试的时候 奥迪Q3可以以最高 85公里秒时的速度级别 来通过定列第一 在激烈驾驶的时候 哪怕你有一个比较刺激的操作 它也能够很从容的化解 整个车身的跟随性很好 说明这个车有了很好的体格 但是在驾驶感受层面 它绝对是个冰山王子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驾驶参与感方面 它不会跟你有什么 过多的交流和沟通 尤其是这个转向 在Q3整个车系里面 纵向垂直的来看 除了轿滑板车型以外 1.4T的35T FSI的车型数量 占了整个车系里面的50% 外观和内饰 其实高体北之间差异并不是很大 但是最低北车型 得选择倒车领厢这件事情 确实让人感觉很不爽 动力如果你对于它没有暴躁需求的话 1.4T的车型在城市里开 你也不会觉得特别肉 像这个车的车主就是个小姐姐 动力无所谓 配置的话 选择上倒车影像 日常使用也完全够它用了 放在豪宝品牌紧头型SUV里横向来比较 换代的奔驰GLA 目前只上市了一款车型 无法进行全面对比 那最大的竞品就是宝马X1 一个低配是双离合 一个低配是三缸 其实都有顾虑的点 来看看保质率 奥迪Q3三年保质率是58.5% 五年保质率43.2% 宝马X1三年保质率56.9% 五年保质率44.2% 三年保质率奥迪Q3占优 五年保质率 宝马X1会略高 再来看看行驶6万公里的保养费用 奥迪Q3是16017元 宝马X1是12035元 最主要的差异 就是因为奥迪Q3 每2万公里就要更换活化塞和制动液 所以费用要比X1会更高 奥迪Q3它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优惠幅度大 像刚刚上市没多久的2020款的车型 45T FSI 也就是2.0T的高功率版本 能够优惠8万左右 那1.4T的35T FSI 能够优惠5万左右 也就是说裸车大概是22 23万出头 一个普通合资的价位 你能够买到一个豪华品牌 还是一个奥迪的SUV 很多人就觉得 其实还挺直的 那结合刚才我说的高低配车型的配置差异 以及横向近平对比的话 这期解读低配车 奥迪Q3的建议 那就是奥迪Q3 它的35T FSI的车型 在整个车系里面 和我跟横向近平区对比的话 它的性价比还是挺不错的 OK 那这期咱们就先聊这么多 关于这个车还有什么想聊的 欢迎在我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到微博来找我 我是陈庚 咱们下期 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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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